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今日股市 川普取消川金会 美股周四收跌 然后是财经热化 比特币跌破7400美元 因美国考虑对价格操纵进行刑事调查 川普加征进口汽车关税将重创全球汽车产业 国际评资巨头标普 你在华成立独资公司 最终裁员计划来了 德银宣布裁员至少7000人 Bilibili大涨24% 一季度营收增幅105%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 考虑向中兴派驻监察人员 跨国银行大整并 传巴克莱有意于扎达合并 Uber第一季财报亮眼 市值冲高至620亿美元 对加拿大墨西哥施压 川普拟争进口车税 川新会泡汤金价涨破1300美元 每股跳水 每债收益率跌穿3% 今天的华尔街焦点 我们将关注 川普推特拉黑别人 背叛违宪 新裁决影响全部公务员 最后是华尔街电视团队 制作的华尔街电视杂志 好的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首先关注全球市场行情 进入今日股市 道指跌75.05点 跌幅为0.3% 报24811.76点 标普Uber指数跌5.53点 跌幅为0.2% 报2727.76点 纳指跌1.53点 跌幅为0.02% 报7424.43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股盘分析 美股周四小幅低开 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川金会后 主要股指跌幅扩大 道指一度下跌超过280点 下跌至日低24605.90点 此后股市跌幅收窄 至收盘时 道指仅下跌0.3% 标普指数收跌0.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财经资讯 进入财经热化 在美国考虑对比特币是否存在价格操纵 展开形式调查的消息流出之后 比特币价格遂跌破7500美元 跌幅为4% 随后比特币跌幅进一步扩大 跌破了7400美元关口 为4月12日以来首次 彭博社援引4名知情人士消息 美国司法部已经针对交易员 是否对比特币 以太币 以及其他数字货币进行价格操纵 展开了形式调查 目前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 但彭博社认为 官方词句无一加大了 对火爆的数字货币市场 进行审查的力度 知情人士透露 调查的重点是 那些可能影响价格的非法行为 比如说电子欺诈 以及向市场注入大量虚假指令 又使其他交易员 买进或卖出数字货币 此外联邦检察官 正与负责监管比特币衍生品的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密切合作 彭博社指出 官方忧虑投资者 亦在数字货币市场上受骗 原因有三个 官方怀疑所有交易所 都十分欢迎操纵价格作弊的人 数字货币价格波动剧烈 易于推高估值 以及缺乏监管 一直以来 比特币的价格都像过山车一样跌宕 去年12月中旬 曾飙升至接近2万美元 但随后的1月份 却暴跌至5922美元 4月 比特币又大涨3000美元左右 创出去年12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但到了5月上旬 比特币又受三剂重击 24小时内 暴跌近10% 在此次展开形式调查之前 美国监管部门早有出手 对数字货币ICO进行了数次调查 1月底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 终止自称以募集6亿美元的 Arrest Bank的ICO代币融资 并冻结Arrest Bank及其创始人资产 彭博社消息称 CFTC向两家加密数字货币交易平台 BitPhoenix和Tether发出传票 纽约时报文章称 CFTC的消息让投资者越来越担心 大交易平台可能操纵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价格 此外 其他国家监管层也曾针对数字货币的风险及合法性发生 2月 印度财政部长贾伊特利承诺 将打击使用加密货币进行非法用途的情况 并强调加密货币不是合法货币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 奥地利央行行长 艾伯诺奇则表示 现在有必要立法 以便管控包括比特币在内的数字加密货币 当前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解决洗钱风险 好 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日本周三就美国威胁加征进口汽车关税发出警告 称此举可能重创日本经济并破坏全球汽车产业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士庚洪诚说 如果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 将对贸易造成极其广泛的限制 并在全球市场造成混乱 结果将令人非常遗憾 东京交易时段 丰田汽车公司收跌超3% 爆发贸易战的担忧导致东京股市收跌1.1% 据金融时报报道 川普政府对进口汽车展开国家安全调查 这可能会为美国对来自欧洲和日韩进口汽车 征收新关税清扫道路 并导致全球贸易紧张严重升级 周三晚上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他已经指示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援引1962年的一部贸易法 232条款 着手对进口汽车 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发起调查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决定对钢铝 征收关税的依据 也是这一国家安全条款 在发表声明的同时 罗斯表示他已经开展了调查 有证据表明 数十年来 来自国外的进口产品 侵蚀了我们本国的汽车行业 罗斯说 商务部将进行全面 公正和透明的调查 确定这些进口 是否正在削弱我们本国的经济 并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除了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议的 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外 日本是向美国出口汽车最多的国家 美国密歇根州 安拉伯智库的数据显示 美国2017年出售的约11%的轻型车辆 都进口自日本 这家智库表示 美国销售的汽车 有56%是美国制造 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汽车 占另外的22% 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意识到这种政治风险后 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陆续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增加在美国的汽车产量 但丰田汽车公司和日产汽车等日本企业的出口 仍在销售中占较大的比例 中国汽车制造商目前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很少 但川普政府提出的关税方案将影响到酝酿多年的投资计划 全球汽车制造商越来越把中国作为制造中心 福特汽车公司正将福克斯紧凑车型的全球生产线转移到中国 希望在中国生产的汽车能有相当一部分运回美国销售 由中国公司持有的沃尔沃汽车集团 也在中国生产汽车并出口至全球 沃尔沃首席执行长塞米尔森在本月早些时候 接受一次采访 他说美国提高关税将对公司非常不利 塞米尔森表示 像沃尔沃这种公司 因为在美国销售中国生产的汽车 而受到处罚是不公平的 因为该公司也正在美国建厂 将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创造4000个工作岗位 生产的汽车将有一半用于出口 对汽车部件加征关税 将给中国公司造成更直接的打击 海关数据显示 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 价值170亿美元的汽车部件 仅次于墨西哥 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在购买新车时 可能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 即使这些车是美国生产的 因为汽车部件成本上升 更换旧件也可能更加昂贵 包括万象集团和福耀玻璃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 一些中国大型汽车部件公司 在美国设有工厂 而很多规模较小的 中国汽车部件公司则依赖出口 上海咨询公司汽车前瞻的 董事总经理张玉 对《华尔街日报》称 加征25%的关税 对这些公司的影响将十分重大 美国考虑对汽车和汽车部件 加征关税 与中国下调关税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政府周二宣布 从7月1号起 中国汽车进口关税 将从25%下调至15% 汽车部件关税将从8%到25% 下调至6% 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 国际评级巨头标普 一在华成立独资公司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金融信息巨头 标普全球计划在中国 成立一家独立评级公司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债市场之一 标普此举朝着扩大在华业务 迈进了一步 标普发言人周三称 该公司已向中国政府递交了 在华成立一个独立信用评级公司的计划 去年签订的一项贸易协议 使中国市场向美国评级公司打开了大门 标普正在就上述计划 与监管部门进行磋商 全球三大信用评级公司 穆迪公司 标普和汇域国际评级 长期以来一直渴望进入中国债券市场 但他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并不稳定 去年 穆迪和标普 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债务 此后这些评级公司与中国的关系恶化 这些下调评级的行动 引发中国政府的敌意回应 甚至一度令评级公司 未来在中国扩大业务的前景变得不确定 按线有评级数量计算 标普是全球最大的评级公司 该公司的举动正值美中深陷贸易争端之计 本周美国财长姆努钦称 中美将暂停关税威胁 令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不过双方的贸易谈判仍充满不确定性 此前标普已于中资企业 上海新世纪资讯评估投资有限公司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主要负责在技术和培训方面提供服务 而非提供评级服务 标普表示将终止该合作关系 美国评级机构给予中资公司评级 可能有助于吸引国际投资者 参与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券市场 并让中资公司拥有获取更低成本资金的渠道 截至目前 其他两家评级机构还未披露中国市场扩张计划 惠玉今年早先时候退出了中国合资企业 穆迪持有总部位于北京的 中程性国际评级有限公司股份 穆迪发言人在一份电子邮件中称 该公司目前正分析可行选项 标普在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 适应这个市场 中国大多数的债券发行人 已经对中国本土评级机构 给出了较高评级习以为常 在中国大约有4570家发债企业中 88%的企业在国内获得的信用评级为AA 或者更高 而穆迪、标普和惠玉 只将这些评级给予最安全 财务状况最稳健的公司 例如石油综合企业 中国华信能源董事长被调查 子公司上海华信国际集团 本周早些时候规模人民币20亿元的短期债券违约 尽管出现这些情况 中国本土评级机构 联合资讯评估有限公司 对上海华信集团 对上海华信国际集团给出的评级为B 这家评级机构自3月份以来 已将上海华信国际集团的评级 从AAA下调三次 标普周四举行的投资者日活动 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 最终裁员计划来了 德银宣布裁员至少7000人 在多次传出裁员和业务调整的消息之后 德国金融业巨头德意志银行 终于官方宣布要大裁员了 德银周四宣布计划将员工总数 将从略高于97000人降至9万人以下 并将削减股票业务下25%的人员规模 该行称 这是出于削减成本和提高盈利的考虑 德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预计这场大规模裁员导致的重组费用 将多达8亿欧元 或对2018年业绩构成拖累 该行还计划降低企业及投行业务杠杆敞口 超1000亿欧元 并力求进一步降低开支 该行预计 今年调整后的成本不会超过230亿欧元 还计划将2019年调整后成本降至220亿欧元 同日彭博社消息称 德银计划撤出全球多个股票市场 将大幅缩减美国市场这类业务 而且已经开始撤财在中欧 中东和非洲这类业务 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 B站大涨24% 一季度营收增幅105% 今日美股盘出 三大股指低开之下 中国视频弹幕网站 哔哩哔哩大涨16% 随后涨幅扩大至24% 此前财报显示B站一季度营收 同比增幅105% 北京时间周四 B站公布上市后首份未经审计的财报显示 尽管一季度B站亏损 但亏损率较去年同期大幅收窄 受月均活跃用户 特别是付费用户重回增长提振 净营收同比翻倍 同时公司预计二季度营收将进一步扩增 B站首席财务官Sam Fan在财报中表示 净营收同比翻倍 源于移动端游戏 直播广告和增值业务的营收强劲增长 此外 B站预计二季度净营收将进一步增长至 9.7亿元到10亿元之间 尽管2017年B站83%的收入来自于在线游戏 但B站CFO在财报电话会中介绍 预计未来三年到五年之内 在线游戏在公司收入中的占比会降至50% 30%的收入会来自广告业务 剩余20%的收入将来自于直播业务 3月28号晚 B站以11.5美元的发行价正式登陆 纳斯达克 募资规模4.83亿美元 整体市值达到31.97亿美元 以2017年B站净营收24.684亿元计算 其市销率8.43倍 截至财报公布后不久 B站股价累计上扬8.17% 总市值36.59亿美元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四对CNBC表示 美国或考虑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心通讯 实施制裁的替代办法 罗斯说 美方正在考虑一项计划 要向中心派驻监察人员成立合规小组 他说 如果决定使用这个替代方案 那么就要将美方指定的人员派驻公司内 组建一个小组 向美国商务部汇报 他同时强调 整个问题的关键是执法 美国商务部因中心通讯违反制裁法规 且没有按照协议悔改 而于上个月禁止美国公司向其出售零配件 其中包括高通的芯片 康宁的触摸屏以及谷歌的安卓软件等 那导致整个中国电信巨头运营限制于瘫痪 中心危机让川普政府试图与中国达成整体贸易协议的努力 变得更为复杂 川普上周末表示 正要求商务部考虑对中心采取除制裁以外的其他措施 但罗斯周四对媒体表示 这个想法受到国会两党议员的抵触 他们指责川普为了达成美中贸易协议而屈服于来自中国的压力 罗斯周四表示还没有对中心通讯做出最终决定 感谢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历史悠久的英国巴克莱银行传出有意与竞争对手扎打银行寻求合并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知情人士指出 巴克莱目前在探寻与竞争对手合并的可能 但目前尚未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书架 报道指出巴克莱可能与竞争对手合并 是为了回应激进股东布莱森的可能方案之一 布莱森日前不断要求巴克莱缩其交易业务 巴克莱董事讨论的应变计划包含 将更多资本退还给股东 扩大旗下英国业务选项 跟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集团 以及新展银行等银行合并的可能性 表面上看来两强连因有其道理能补强彼此的事业 巴克莱靠收购雷曼兄弟资产 在美国建立起庞大的投信事业 在英美的信用卡业务也相当可观 扎打则在亚洲和非洲两大成长市场有优势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 美国网约车平台优步摆脱用户争议 再端出亮眼成绩 根据该公司2018年第一季财报 季度总销售为113亿美元 比上一季再度成长 同时优步也缩减开支 将总损失降到4.8亿美元 比上一季少掉一半之多 加上优步将出售东南亚以及俄罗斯的生意 让这一季的净收益可以达到25亿美元 事实上作为一家私有公司 优步其实可以不必公布财报 但自从执行长科斯罗萨西去年底接任以来 一直致力于改善公司的形象跟财务 因此最近几季优步开始公布这些未经审计的数据 建立外界对该公司的信心 整体来看 今年第一季的财务表现 比优步内部的预期还要来得好 因此科斯罗萨西表示 公司还不打算放缓计划 将持续在各业务单位进行重大投资 此外在公布财务报表的同时 优步也开放员工卖股兑现 并计划售股融资以获得4到6亿美元给股东 这是继去年底软银集团投资之后 优步的再次融资 将公司的市值再次拉高到620亿美元 比去年引进软银时更高 去年底科斯罗萨西上任的时候 曾经立下预计在2019年 让优步正是IPO的目标 如今看来似乎往目标更迈进了一大步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刘欣整理报道 美国不但对中国关税施加压力 也对多国祭出了钢旅税 而现在白宫又表示 川普指示财政部门 考虑对进口汽车以及零宴征收关税 川普在和美国商务部开会时 要求对包括卡车以及汽车零件 在内的进口车产品进行检查 和进口钢旅课税一样 这项税收同样都是由贸易扩张法 第232条授权 川普向财政部下令 一旦调查认定进口汽车危害国安 便能依法课征税收 这项税收需要几个月的评估 并提出国防安全的依据 才能认定有无增加税收的必要 白宫表示 这项措施应该是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 促使新的北美自贸协定谈判 尽速完成 川普也在推特预告这件事 他表示对伟大的汽车劳工来说 很快就有重大的消息出现 川普认为这是降低本国劳工失业率的方法 美国销售的汽车中有高达四分之一的进口车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访问消息来源的看法 他们都认为这项计划将面临贸易伙伴和进口车经销商的强烈反对 不仅如此 这项措施也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 这项提案可能使美国和贸易伙伴的关系恶化 甚至可能使原本已经贸易紧张震荡的金融市场再先波澜 华尔街电视新闻段有如整理报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美国白宫24号发表声明说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于6月12日在新加坡的会晤 川普在写给金正恩的信中表示 因为金正恩最近的表态中有极大的愤怒和公开的敌意 他认为目前不适合进行计划已久的会面 此后据路透社报道 白宫官员称与朝鲜讨论的渠道仍然开放 但朝方首先必须改变措辞 官员还表示朝鲜谴责美国副总统彭斯 导致美方最终忍无可忍 取消峰会 在上述信函中川普表示 他非常期待有一天能和金正恩会面 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 认为必须开展这一最为重要的峰会 可以给他打电话或者写信 川普在信中还对朝方本月释放美国人质表示感谢 在川普公开上述信函以前 另据新华社报道 朝鲜24日废弃了位于朝鲜北部的风西里河试验场 在川普公布信函之后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Raybio表示 取消于金正恩会面是正确的决定 取消川金会的消息公布之后 集体低开的美股三大股指跌幅扩大 导致一度跌超250点 标普和纳指跌近1% 在美国上市的iShares MSCI韩国ETF跌幅扩大至2.6%以上 现货黄金跌破1300美元 保1303.30美元每盎司 创5月15日以来新高 日内一度涨约1%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行 跌破3% 美元指数进一步跌离年内高位 险些跌破93.60 日内跌超0.3%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美国总统川普 因拉黑和他意见相左的推特用户矮告 今天判决出炉 法官称 川普的行径违法 侵害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公务员对社群媒体的使用 也可能因为这桩判决大受影响 纽约联邦法官布克华德表示 拉黑批评川普人士的言论 使他们无法在川普的推特上互动 是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 在长达75页的意见书中 布克华德写道 推特用户无疑是因为观点歧视 遭到拉黑 而这是第一修正案所不容的 本案原告为7名推特用户 包括一名马里兰大学教授 一名德州警察和一名纽约的喜剧演员 他们表示自己推文抨击川普的政策后 被总统账号Adriel Donald Trump拉黑 虽然本案原告不登入推特账号时 仍可阅读或者在私人讯息中 引述川普的推文 但他们的留言不会出现在 川普推文下方的讨论串中 川普推特账号约有5200万名跟随者 他贴文下方的讨论串形同公众对话 原告主张 由于川普用推特宣传各类政策 他的账号是个特定的公众论坛 不得基于政治观点将部分人士排除于外 法官承认 尽管总统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 但他也不得侵犯其他推特用户的言论自由 布克华德在意境出声说 虽然我们必须认可 也应该谨慎对待第一修正案 保障总统的个人权利 但他行使这些权利同时 也不得侵犯同受第一修正案保障 那些批评人士的权利 除了川普 布克华德也宣判 时任社群媒体主管 史卡维诺 违反言论自由 但布克华德并未对川普和史卡维诺 有更具体的处分手段 而是希望白宫方面 能够遵守这项宣誓性判决 布克华德表示 他期望白宫遵守他的宣誓性判决 这个国家元首群号 封锁其他用户违宪的判决 对于未来公务员利用社群媒体互动方式 仍有一定的影响 数位权益提倡团体 电子边疆基金会 支持布克华德的判决 并说本案是公务员使用社群媒体 更广泛问题的一个环节 电子边疆基金会 在此案提出后曾推文说 我们多次接会通报 有关政府官员如何操纵 社群媒体上的留言 排除反对见解 制造出争议性政策毫无争议的假象 代表他们控告川普的哥伦比亚大学 歧视第一修正案研究所表示 总统的推特账号具有公众性 应该对所有公民开放 不得以分锁方式限制用户的参与 此举剥夺他们进行公共事务讨论和对话的机会 而阻止持异议观点者在讨论串中发表意见 同样剥夺其追随者阅读这些反对言论的权利 该研究所资深的律师法罗说 宪法修正案第一条 禁止政府官员因异议观点而压制言论自由 法官对这个原则的应用 应当用来规范所有透过社群媒体和选民沟通的公职人员 音乐记者奥奇在2014年被川普拉黑 他接受英国卫报访问时大表不满 他说当这个账号成为民选总统的官方喉舌 无论吐出什么屎来 身为公民的我都应该有独到他的权利 被川普封锁让他时常摸不着头绪 他说我错过了好多大新闻 川普在推特上挑衅国际领导人 但我却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法院本次做出的财势属于宣告性救济 仅对法律观点进行阐述 并未对川普的封锁行为发布禁止令 巴赫瓦德写道 所有政府官员都被期望要遵守法律 没有任何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因此我们必须假定总统和他的社群媒体主任 施卡维诺会纠正被宣告违宪的封锁行为 而白宫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第一修盛案研究所的主任哈费尔则扬言 若川普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大肆封锁用户 他们会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哈费尔在推特上标记川普和施卡维诺 并写道实券正在不断流逝 要求川普解除先前所有封锁的账号 川普在2009年3月份加入推特 现在他已经有5200多万追随者 他经常略过美国总统的官方推特 以及白宫新闻秘书 用自己的推特公告重大决策 白宫以及川普本人都还没有对这项判决发表意见 如果他违抗裁决 可能会有法律后果 感谢收看华尔街焦点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娱乐星星报 李连杰登镜照 澄清身体无恙 55岁的李连杰当年在大鱼幕打出名堂 成为享誉国际的武打明星 怎料近日网上疯传其照片 照片中的他面容憔悴满头白发 呈现老态 加上5年前曾自曝患上甲状腺 机能抗禁 需要长期服药 健康情况令人担忧 除了亚洲媒体外 外国传媒也有报道李连杰苍老的消息 并向他的经理人 Steven Kasman求证 结果Steven Kasman在华盛顿邮报上做出回应 表示只是照片拍的差 是观感上的问题 并重申李连杰的身体状态极好 希望不要再有人无中生有 他又发出李连杰的禁照 称其虽患假抗禁十年 但不会危及生命 李连杰的助手也公开了他精神饱满 笑容满面的禁照 辟谣 李连杰本人称我身体很好 开枪回应外表似80岁老翁的传闻 昨日微博流传一段李连杰 在公开场合的访问视频 感谢大家关心 并亲自回应他80岁的传闻 视频中李连杰精神饱满 谈笑风声 他说我身体很好 他说去寺庙礼佛时 因全世界都听说了 他身体不好而担心 因此获赠了一尊长寿佛 祝他身体健康 李连杰说自己没有代言轮椅 也没有代言药物 网络上整天把他弄残废 但自己还没有事 他表示没想到返回成都 第一天便被80岁 哎呀太悲伤了 他称一张照片流出 自己就变成了80岁 如果80岁的时候 能有这样的状态 开心都来不及 李连杰又表示 仍然感谢传媒的胡编乱造 让他收到很多朋友的关心 如果能为传媒朋友的文章和流量 做一点贡献 他也很愿意效劳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秦皇师傅 位于新州 帕西佩尼市 是一家正宗港式粤菜馆 环境整洁舒适 简约美观 秦皇师傅的主厨 能让喜爱精致美食的顾客们 可以品尝到正宗港式 爆身鱼吃料理 除了讲究烹调方式 还严格要求用料品质 店主坚持选用最新鲜上等的食材 肉类及海鲜 蔬菜也是每日进货 勿求真采实料 秦皇师傅 每天精致港式酒楼点心 推出天天茶室 七天全日供应 仅60个品种 款款精致 道道美味 曾依啊你喜欢吃广东菜吗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之前我们去CES 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吃 就慢慢地热爱了 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吃广东菜 你觉得你最喜欢的广东菜是哪一道呢 点心吧 广东人的早茶是一种文化 然后早茶文化里面呢 我喜欢吃糯米鸡虾脚 这太多喜欢吃的东西了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一家秦皇师傅 它是一家专门做广东菜呢 而且做的非常地道 它的装修呢也非常的广东风格 比如说它有这种广东菜特有的鱼缸啊 复合鱼缸 然后还有大大的寿字啊 然后现场呢 这个地方呢也是摆了足足25围台 如果你有亲朋好友过生日啊 寿宴啊或者是结婚啊 都可以选择这个地方 真的是非常合适 那我们面前呢也摆了超级丰盛的菜 所以我们话不多说 来尝一下 我们来尝一下吧 你当虾脚是传统的广东点心里面 必不可小的一样 点心我最喜欢就是虾脚 嗯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下饭 我觉得这一道呢应该就是最棒的一道菜了 太大的一只螃蟹了 你看跟我的手掌对比 那我们试试了 好的 哇 哇 OK 好 哇 你选一个 这个吧 OK 哇 嗯 哇 这个呢叫避风糖温哥华蟹 嗯 然后避风糖的食物是一种做法 然后这个蟹呢 螃蟹呢其实是温哥华蟹 嗯 它们的食材都很新鲜 都是空运过来的 所以它整个蟹就炸了 这样子的 因为通常吃蟹都是 you know 就是不炸steam 对 对 很脆 听不见你的声音 里面的肉也很嫩 对 它不会说偏甜还是偏咸 可是就是 蟹新鲜的口味 冰封糖炒这种做法是一个很越式 很广东菜的一种做法 嗯 好 那这一道菜呢也非常漂亮 这个外面是豆腐吗 你觉得是什么呀 算是豆腐再加牛排球 它叫金砖豆腐 然后里面呢是牛排切成粒 它们都是从其他地方从家中空运过来的牛排 现在我们来夹一下 嗯 然后配上笋跟夏威夷果 ok 这个豆腐呢需要淋一点酱油 你试一下 来 就淋在它的 ok 细心 这样豆腐 like obviously会吸收那个酱油 所以豆腐是没有味道 所以加上酱油以后 跟它脆脆的这个 外壳就是 这个是稍微酥一点 然后配上牛肉粒应该很好吃 嗯 那我夹一个牛肉粒 传说中空运的牛肉粒 嗯好嫩啊 它应该不是普通的菜馆里面那种 炒牛肉粒 这个特别嫩 应该是做牛排的那种 它刚刚说的是 take the best part 然后拿去做成粒 嗯 我们今天就是大饱口福了 在我面前这个呢 就是海鲜跟鲍鱼 那我们现在来尝尝 好的 ok 所以先尝鲍鱼 ok 哇这个汁 跟我尝得很不一样这个汁 它不是西山 它还很广东菜的感觉 饱 没有嚼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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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希望大家都来这边吃 我们会把地址打在屏幕上